台媒报道指新晋升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政治局委员黄坤明将于12月3日出席在浙江乌镇召开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下 中国的互联网已经成了内联网 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曾称 世界互联网大会是由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活动 计划每年举办一次 其核心精神是推动网络主权概念的平台 活动地点定于浙江省加新市同乡市乌镇 互联网大会从2014年起每年举行一次 且都在习近平此前主政过的浙江省的乌镇 此前三切分别由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习近平刘云山出席 中央社12月2日报道 根据互联网大会会议手册 开幕式将由中共网信办主任徐林主持 并由行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黄昆明 宣读习近平的贺信 在由行任政治局常委 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沪宁发表演讲 王沪宁 黄昏明都被指示习近平的人马 先者被指示习近平的智囊 后 指示习近平的旧部 他们分别是10月25日的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竞争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 其中王沪宁接替江派前常委刘云山的职务主管文宣系统和意识形态 黄昏明接替江派前大员刘启宝的职务主管宣传工作 本届互联网大会是中共十九大后 在大陆举行的首次大型会议 也是王沪宁 黄昏明晋升后首次以新职务在大型会议上现身 其中习近平2015年出席第二届互联网大会 并发表演讲时 据苹果日报报道 时任网信办主任卢伟负责策划 制造了万方来朝景象 让一些外国留学生和在花谋生的外国人 假扮各国专业人士 运会骗吃骗住 稀货稀后震怒 同时 卢伟还拼命压制习近平提拔的上海这部 时任网信办第一副主任徐林 卢敬把时安排到处席办公室 过去几十年 中共文宣系统及意识形态先后 由中共江派常委李长春 刘云山把持 同时中宣部场也是由江派人马担任 直到中共十九大召开前 大纪元援引北京消息人士报道 由于江年恒被其父扶植成中科院副院长 而且懂电讯技术 是他最早提出数码监控系统经顿工程的设想 在获得其父江泽民基赏和支持后而成为当局的国策 2000年江泽民让江泽民曾考了一个网路经顿工程 一方面借此工程 收买笼络跨国网路公司 二方面全面封锁国外意义网站 加强中共公安队网路的监控 三方面正可以借此大大方方的转移政府资金给他儿子的公司 一举数得 2001年4月25日 金顿工程经国务院批准立项 美国之音2012年10月报道 为了控制信息的自由流通 中国政府从上个世界90年代开始 赤具资件金顿工程 现在进入二期重点项目的建设 据中广网最近报道 中共公安部门的专家运用计算机 摇杆地理信息系统 卫星地位等领域的先进技术 启动了全国PGIS 仅用地理信息系统的平台建设 并将其列为金顿工程的二期重点项目 这一平台可以做到固省 是三级互联互通 全国一张图的总体架构 网民上网的时间 地点 内容等信息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迅速锁定 被视为中国第一摊的江绵恒 网络图片 金顿工程核心人物江绵恒 中国局域网的创始者 低调做大使 著名学者何清廉 曾在题为联通背后身影 中国读一个政商学 翻新的江绵恒一文中写道 中国人对中共用尽全力 将中国互联网打造成局域网 很敢愤怒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将中国互联网打造成局域网的创意 由谁最先提出并付诸实施 早在2001年中国国内还不太了解 金顿工程事实要性职参与 公司纷纷将参与此项工程引以为荣之时 美国研究者Greg Walter 在其研究报告中国的金顿工程 China 文章透露 这一号资巨大的金顿工程中将年恒与行里有填塑 明创立的中国网通成为中国刚新线的网络监控工程 文章还披露 由于江公司的低调与神秘 他做了很多很多大事 外界只知晓一二 江绵恒的人生角色提到 1999年7月中科院批证启动上海高技术研究发展基地知识创新工程试点 该基地由当时江年恒任所长的上海野精研究所等组成 被誉为中国高新技术研究的国家队 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对这一创新工作提出了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要求 上海野精所由此调整主攻方向 以通信与信息为系统为电子作为目标 江家父子一起联手绘制 将中国互联网变为局域网的蓝图 学者何清廉指出 在列举江年恒的科研成果是千万不要忘记 人们深恶痛绝的网络监控的起步与壮大 这块军工章有江家父子的一半 阿波罗网零一综合报道 建议的网络监控权 小狗掀 李建轮 皇上 北 Waar